有人介绍这个池塘在日本被称作莫奈池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现实中 他们也派出了八路军 今天有人穿着八路军军装进店训斥 这组照片介绍的是一条日本的风情街 它位于辽宁的大连 据说这条风情街已经被关闭了 然而有大连的民众对此表示反对 先科普个背景吧 这个风情街是怎么来的 这是国家级中日自贸事番区的项目 是来自19年促进东北振兴图谈会上的规划 南门可以上网查查主持会议的是哪位大佬 我想说的是那些蹭热度的 制造对立的南方自媒体营销号们 南门趁早把嘴逼上了 还有那帮成天念叨勿忘锅齿的脑残剑谈侠们 我就问南门有专程来我们大连击败过旅顺万征穆勒美 披着民族大意下的约友说的就是南门这帮二户 东北的经济发展不起来 老百姓没翻吃 你能给管保吗 南门咋不让南京把所有的日料店都给关了呢 咋不会广东和遮降的日本风情街也奉掉呢 咋不要求把红鸡酒导弹上的日本开罐给卸掉呢 咱国家和老门也打了不少仗 那咋不让上海把地区迷离惯了呢 南门这帮标语让我想起了当年 抵制佳乐福超市那帮人 又砸人家出创 又奉人家大门的 里外里全是攒国人的资产 等歪缝一步 人家超市来的又不活动 南门就提一个不斗我去捡便宜 我在这里告诉你们 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 不是反对日本文化和日本老百姓 我们大连没有错 有人认为这段视频呢 能够解释那些声讨大连凤青街的声音 是来自何方 请党放心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强国有我 有人认为那些被中共蛊惑的人 可能想都不会去想 有那么多的企业的投入的资金打了水漂 那么多人失去工作 那么多的家庭失去了收入 有人更悲观地认为呢 以后呢 中共国的社会呢 多数都是这种人了 因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呢 不是被中共消灭了 就是不得不被迫沉默着 有人也认为呢 如果说这个日本风情街是文化侵略 那么上海的迪士尼 北京的环球影城 俄罗斯风情街 唐人街都应该关了 有人提醒 中共的领导们坐的那个车 也是日本的 是不是也应该给砸了呢 在大连 还有一些日本的著名企业 是不是也会受影响呢 有人介绍呢 这次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 最终的战果呢 是把投资了60多亿的风情街 封停了 具体的战果是 歼灭了国内的商家1000余家 歼灭日本商家4家 尼泊尔商家1家 解放了被剥削 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员工 约3万余人 此外呢 更顺便把日本的企业 东芝也赶出了中国 据介绍呢 大连的东芝正式停产 就约莫正式解散 有人希望呢 那些在这里工作了多年的人们 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 然而呢 有人介绍呢 相对于中共国的那些企业 日本的企业很正规 待遇很好 有人介绍呢 特斯拉招个生产普工 底薪呢 是5341 年薪是一二万 无险一斤之外呢 还会增加个5%的 补充供给金 扩充商业医疗保险 社保内的医疗费用 100%报销 这个福利呢 覆盖员工本人配偶 以及未成年子女 也就是说 一人上班 全家保险 其他的福利呢 更是局不胜举 有人介绍呢 中共国那些工厂 给员工的福利 其实却是欧美的客户 要求这么做的 他介绍自己呢 曾经在一家港子厂上班 做玩具的 有几千人 他在行政部做助理 行政部 主要就是管理娱乐设施 包括图书室 各种球类 棋类 电脑学习室 以及心理辅导 医疗室等等 行政部呢 一共有几十人 有一天 经理给行政部开会说 行政部呢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 因为它并不能 给工厂带来效益 简直就是个累赘 随时都要把行政部裁掉 之所以要设置这个部门 主要是那些欧美客户的要求 这些呢 都是给员工的福利 如果缺少这些 那些欧美客户呢 就会取消订单 而且呢 那些客户还会 时不时的来抽查一下 行政部的存在的 唯一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应付那些 欧美的客户 有人表示 境外势力果然是厉害 有人更总结 花钱出关系进日韩厂 急破脑袋 要进欧美的企业 只是欧美日企 人员流动少 想进去太难了 有人介绍 日本在四十年间 援助了中国 三兆六千亿日元 和二千一百四十亿人民币 有了这笔钱 北京机场 上海机场 还得以建成 而中国人最喜欢的主食 东北大米 则完完全全是 日本培育出来的 此外呢 红富士苹果 巨峰桃桃 红颜草莓 等不少水果呢 都是来自日本 日本人还花了 一千一百亿日元 在中国搞植树造林 日本专家 更在三江平原 排水造田 把这块布毛之地 变成了中国最大的 粮食供应地地 有人介绍这个池塘 在日本被称作 莫奈池塘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